大家好 如果你本身受著抑骨情緒困擾 又或者身邊有家人或朋友 受著情緒困擾 今集千萬不要錯過 因為我會和你們分享 抑骨症的朋友 有什麼可以做 有什麼不可以做 我今天講的東西 是來自一位美國的心理學家 他本身也是一位教授 我叫Dr. Michael Yupko 他寫了很多書 教人如何處理抑骨症 在角度來說 抑骨症從來不是要用它 醫治這個角度出發 而在平時 在日常生活中 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情緒 以及如何提升自己 解決問題的能力 今天這一集 我先會講講四點 有什麼抑骨症的朋友 是不可以做的 第一點 就是不要順應自己的感覺 什麼為止不要順應自己的感覺 你可能說 我們經常都說要忠於自己的感覺 要相信自己的感覺 對不對 但你要明白就是 一個受著抑骨困擾的朋友 他本身情緒都不好 於是他想法的 未必是從一個事實的基礎去出發 而很多時候就是從他的感受出發 舉個例子 當你生氣的時候 你都會選擇做一些比較高危險的事情 而當你害怕的時候 你可能會不敢做某些事情 當你情緒不好的時候 一樣的 你就會看到世界很負面 你的行動 都是相對上負面的 所以更加重要的是 如果你身邊有朋友 有抑骨症的時候 你更加要幫他 你要告訴他 其實可能你在想的事情 未必是真的 只不過是你的感受影響了你 我們不要讓他長時間 混在自己 在自己的生活圈子裡 我們要帶他出來 可以嗎 第二點 我們就說 我們要放棄一些 什麼叫做 簡單來說 有些人經歷過情商 他們就會覺得 男人也是不好的 或者女人也是這樣 他們看的角度 就是從整個森林去看 而不是從一棵樹去看 又或者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現在社交媒體非常發達 你永遠經常都會看到 Facebook或者IG 看到很多的朋友 都會發出一些很開心的事情 所以你心目中就會有一個想法 他一定是很開心 他的生命都很充滿 幸福快樂 但大家都很明白 這個一定不是 這個一定是片面的 所以我們不要用一個 global thinking 我們經常都要問 這個是否真的 是否還有其他的可能性 你看到的 其實是否一定是事實的全部 我們要放下這些 這麼單元的想法 第三點就是 我們不要 學習不好 將我們的焦點擺過去 很多憂鬱症的朋友 他們有一個叫做 past orientation 就是他們面對的 面向的都是過去為主 當然我們都很理解 因為過去有些經歷 是不開心 或者有創傷 所以他對將來的 prediction 或者評估 就是建基於過去的基礎 因為過去是不快樂 過去受過傷 所以我認為將來 都是不快樂 不開心 我們嘗試學習 放下這些想法 你要明白就是 過去已經是不能夠去改變 但是這個 只不過是你人生其中一部分 你的人生 絕對是不止得那麼少的 我們的人生是可以很多 而這個經歷 只不過是你的一部分 而你帶著這份經歷的話 你仍然可以 創造人生更加多 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 如果你身邊也有朋友 受到這方面的困擾的時候 嘗試幫他帶回現實 就是 OK 我們仍然有很多的選擇 人生仍然是有很多的選擇 行不行 好 最後一個point 就是我們 不要將一些 超乎現實的期望 放在別人身上 什麼為之超乎期望 我認為他不打給我 或者他不在某時某刻 就打給我的時候 他一定是不關心我了 為什麼老公要我出去做事 他一定不夠愛我了 這個對你來說可能是合理的 但可能對你家人 或者對你朋友來說 是合理的 如果他不出去做事的時候 怎麼會有錢呢 或者他不打給你 其實會不會有其他原因呢 當然對一些英文的朋友來說 可能因為想事情相對上 受過去影響 比較負面一點 所以想事情就是覺得 別人應該要怎樣做 所以嘗試學習 或者提醒自己 放下一些 未必合乎現實的期望 所以我們其實 在日常生活裡 我們都要多些 互相提醒 行不行 好了 今天說了 有些什麼不可以去做 下一集就會跟大家說 有些什麼我們可以做多些 好嗎 今天就談到這裡 下集見